日本門輻射、福島災民告政府 反核之聲不絕 巴黎反、台灣反 日本身受核災影響 但過去週末 全國就有多次的反核集會 有八八哥來自重災區的福島居民 不滿政府和東京電力的善後工作 昨天集體日品告他們 要求每月向每名受害人 配上5萬日元 大概4000港元 直到所有輻射清理為止 日本共同社報道 過去一年半 福島第一核電廠方圓80公里的輻射量 減少了近一半 比預期速度快 但有居民質疑政府做數 根本沒有做好輻射監測和清理工作